周六下午 國民黨南投現場候選人徐淑華 前進黃昏市場敗票 來了兩位大咖助選員 一位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另一位媒體人趙少康 但事後媒體聯訪 趙少康成了主角 陳時中說您是 蔣萬安的側翼 我覺得陳時中 他可能他自己的側翼太多了 民進黨1450 那麼大大小小側翼大悲 再加上當然不要忘了 10月27號晚上 衛福部三個大館 跑到他訓選事務所 去那邊講了三個鐘頭 那也是他們的側翼 所以他就認為 他有側翼 別人也有側翼 我怎麼會是蔣萬安的側翼 我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任何的意見 我任何的主張 都是我自己的意見 我不是任何人的側翼 所以陳時中說 我是不管是任何人的側翼 其實對我都是很大的誤辱 不只反駁 更反批陳時中 面對蔣萬安提出的疫苗期問 他還是沒回答 周末兩天 輔選也拼戰 民進黨難投現場候選人蔡培惠 先在臉書PO文 說副總統耐清德回台後 第一站直奔難投 周六晚上再次登台輔選 賴清德先批前縣長李朝青的貪污案 蔡培要選就選清廉的 做九日政策統計委員會 這個行政策 拼手這麼多筆的經費 不貪不粗 不只副總統正台 周日總統蔡英文也要再次南下 正副總統24小時內 續拼南投浮選行程 TVBS新聞成家怪洪彩的南投採訪報導 韓國瑜 浪個男人韓國瑜小跑步上階梯 一碰面就先給侯友宜 來一個愛的抱抱 選前三週 兩人總算不避諱同台了 就連打招呼也要互相愧一下 本來我要走的你怎麼知道 韓先生停車那麼麻煩 今天碰到國瑜其實我們還滿開心的 所以我和國瑜國際是 大家都是講情講義好兄弟 所以有時候做事情 我們都是要團結面對 侯涵同框來到中和體 藍營小雞造勢 尤其侯友宜不只說了 兩人是好兄弟 還喊話要團結面對 似乎是希望藉由韓國瑜的力道 催出新北市選票 不過自己這隻母雞 當然也要跑得勤 跑得快 未來還是有大家拜託 他很危險 你如果不去打 夠Q票 打水票 夠當票 他絕對不得到 我現在先跟你說 聽不懂 你要打開嗎 不會 漢子台上激情催票 但凸子又是後腳踩到 郝龍斌說侯友宜是國民黨的未來 你怎麼看 A 是聽到關鍵制裁 剎車停下腳步嗎 不過最後不只沒回答 還等侯友宜前腳走了 自己才隆重登場 所以政府在最關鍵的時候 要像呂東斌的手指頭一樣 點年輕人一條路 他就會快衝 可是這個戰鬥機一旦升空 翱翔九天 對敵開火 保護國家 替韓家軍前高雄市青年局長林鼎超站台 至此沒忘了來一段韓式幽默 正是台下有人熱情喊話 支持者希望韓國瑜2024別缺席 至於侯友宜這潛在人選 或許得先看年底這關 能不能贏得漂亮 才有挑戰空間 TV片新聞 劉俊 林亞南章科 新北報導 市長和議員同心協力 新北會越來越好 這也算超前部署嗎 才11月國民黨新北小基辛 人們合體侯友宜一座張秉屋 看看這安排 雖說是來了八個人 侯友宜兩邊C位 站的是戴湘怡 吳迅少 呂家凱 三位猴子弟兵 這或許也跟民調有關係 因為民調三人支持率都掉車尾 看來侯市長光環也不見得 就能把選票轉移 那未來會不會希望侯市長 可以多來新莊走走 這是當然絕對一定的 因為我之後11月的時候 我預約了很多市長的時間 來陪我掃街或是造勢活動 所以我想市長對大家都是公平對待 但侯友宜不只要當議員候選人的母雞 即將11月10號請假 充選情的她 接下來還要扮演藍營大母雞 除了11月19號桃園的北北基桃大造勢 選前之夜不排除在狂掃基隆 台北桃園一圈 最後回板橋主場壓軸登台 拉抬國民黨被台灣氣勢 那共同的生活圈本來就是要團結 一起來面對豪雞北北一一二六 畢竟這場雖是地方選舉 更是侯友宜展望下一步的前哨戰 TV變宣洪富華李祖和新北市採訪報導 拜託大家支持感謝 週末浮選場侯友宜把第一站留給北市小雞 似乎對自己的新北很有把握 但最近有選民接到這通電話 民進黨立委余天親切的口吻電話錄音拜票 但明明說跟侯友宜是好朋友 卻要大家把票投給林佳龍 三四十年好交情 余天的理性跟感性看來好像沒有掙扎 原端在向老朋友喊話 但民進黨特別派出余天電話拜票 就是希望在三樓掠營票倉能催出基本盤 另外板橋細紙也都有人接到這電話 侯友宜進辦緊急回訪 我要給林佳龍一個譴責 為什麼你要逼余天去做這件 他不想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故意挑撥余天跟侯友宜好朋友 讓他們有心結 侯友宜真的顧及跟余天的交情 那也請侯友宜不要再為難余天了 也請侯友宜不要再為難新北四十四名了 藍綠新北戰局 因為一通電話再度被炒熱選情 TVB的新聞 劉俊張科 新北台北採訪報導 一大早天還沒亮果菜攤販老闆 已經開始忙進忙出擺攤準備做生意 來 老鳥 謝謝 這是三樓掠營 謝謝 新北市長侯友宜 恨好幾名議員候選人 一起來到三重果菜市場市場 現場氣氛相當熱絡 一手拿哈密瓜 一手拿鳳梨 水果攤老闆大方贈送 象徵圓滿旺旺來 農業局和新北果菜公司 共同協助各縣市蔬果公交調節 三年來協調七個縣市 總銷量將近四千四百萬元 另外 煤盒批發市場各家攤商 每週捐贈NG蔬果給四四個社福團體 減少浪費 再創價值 三重果菜跟本橋運銷公司 是我們全國水果交易量最大 每年將近達到水果四萬噸 蔬菜三萬噸 謝謝他們這四年來 給我很多的鼓勵跟支持 根據統計三重果菜市場 每年蔬果總交易金額達到七十二億元 是全國水果交易量最大的批發市場 隨疫情趨緩 銷量有望再提升 傳統批發市場也將朝向觀光休閒的定位 以自動化 智慧化為目標 讓市場運作更加流暢 TVN新聞綜合報導 年輕的九合一選舉 不只要選市長一元 還有就是里長 不過今年的里長 同俄競選的人進人越來越多了 有人就說這里長是不是被壟斷了呢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 是在新北汐止有一名里長 他叫郭書成 他就實際開箱告訴你 里長的薪水到底是怎麼樣 他說其實第一任大概可以拿四萬五左右 但是如果你連任的話 第二任就可以越拿五萬 那麼其實你還是要包些白包 紅包等等 所以實質薪資還是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不過他說了 現在的里長可不像我們以前想像那麼簡單 你只要在里服務處泡茶聊天 跟里民互動就好了 他說現在除了聊天高官之外 長照你也要管 防疫跟都更的議題你也不能夠忽略 甚至旅遊回扣 綁標圍標土地利益 有人就認為這是不是里長的最大遊水 現在大家都在問 那麼我們那也來看到的是這一回 尤其是在二零一八年選過一次之後 那麼二零二二年 今年跟那個時候比有什麼不一樣呢 發現了是同俄競選競人變多了 光是新北市就從四乘一變到了五乘 也就是變了一半以上 都沒有人要來競爭 里長就是只要登記就當選了 台中也從三乘一變成四乘一 台南從三乘一變成四乘 那麼桃園也從了原本不到三乘 現在已經變成百分之三十六點六 高雄的三乘五變成三乘六 台北的三乘四二 現在也變成三乘四八 所以很多人都說了 為什麼沒有人要選 是不是參雜的既有利益 尤其是結構是根深蒂固的 你想參選可能還會被勸退 甚至同俄競選的局面 就會出現了 那麼校長間狀中 有人說管梁婷管維婷什麼都要管 而且還有一些職災 就是李民伴有問題 直接的打電話 一通電話找不到你 他們可能就會對你不開心 然後又沒有對應的薪資 也因此他說其實里長這個職位 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好當 我覺得忠厚很有決心 要保護這個國家 保護這個國家的主權 讓國家可以繼續生存 我們民主我們的自由 雙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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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把保台決心跟地方選舉綁一起 但12度到新北普選 又是新莊總部成立 主角林家龍即便確診出關 卻因防疫規定 造勢場不能合體 隔離幾間大小活動 夫人就是替身 但要選的 沒到場 出身新北的蔡總統幾乎把主角風采 都搶走 蔡英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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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 票就是標的 TVB的宣花哨品 李國威 鳳凰 執交組 新北報導 這眼睛簡直要被閃瞎 民進黨新北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盡頭前大方抱太太確診隔離 終於出關的第一天 先公布競選歌曲 問過防疫指揮中心 只要是實名制 記者會我是可以來出席 怕被對手做文招 雖說能出關 林佳龍還在自主管理期間 所以大型造勢小市場依舊不行 但活力全開 拉韓打猴 倒數時刻林佳龍拼選戰 綠營還有這招 就是因為近來有民眾說 接到不少說是余天的電話錄音 拜票 說是侯市長的好朋友 不要投給好朋友 讓侯市長去選總統 把新北市長票投林佳龍 侯伴也趕緊喊話 是朋友 就不要太嗨 一場選戰意外 讓真朋友假朋友 陷了心 TVBH黃富華里 綜合新北市採訪報導 新竹這一次飛六都 怎麼把他選成了一個全國級的選戰 就是非常的大的一個力量出來 那這個部分看起來 柯建民在這個部分 確實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將軍的角色 帶著他在一起衝 就是他會給我一些LINE的訊息 我們會有一些互動 然後他就說 妖精牙關啊 加油啊 他很好笑的 他就是在安慰人的時候 他前面都會先加一句說 我不是一個很會安慰人的人 很多的人都會跟我們講說 新竹這一次飛六都 怎麼把他選成了一個全國級的選戰 那大家也都覺得說 其實是不是新竹市的這個市長人選 其實不是所謂的沈慧紅 而是柯建民 就是非常的大的一個力量出來 那這個部分看起來 柯建民在這個部分 確實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將軍的角色 帶著他在一起衝 那甚至逼迫到資側會也改口 然後甚至要揚言要提告一個 幾年前登帝職員工 很多的民進黨的這個抹黑事件出來 然後一直被翻車的時候 其實很多地方的支持者 反而會加強他們願意站出來 支持的力道 因為大家過去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支持者很多 可能比較偏就是知識選民 或者中間選民 或者甚至是年輕 他們可能本來就有他自己的一個 正職的工作 他不太能夠有很多時間去參與政治 很多的攻擊造謠 其實已經被驗證說他就是講錯了 但是他們也不會道歉 就一直摸一直摸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些比較中性的選民 其實他們在這一次已經被轉化為 他們是熱衷的人 他們願意出來支持 甚至自主性的來幫我們去發文宣傳單 或者是參與活動 他們今天指控的這個助理兼職的事情 在法規上面其實並沒有說這是違法的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你去看立法院的這些委員的助理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鄭運鵬的助理 韓景 他其實就是一個KOL跟網紅經紀人 那這部分我覺得 打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 今天你要去指控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如果今天你指控的是好 舉例來講他們說 插領助理費 那插領助理費的一個指控的最大的要件 就是他有沒有工作 在聲明中也提出我們 這就是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也在整理說他這個助理 其實這一位前助理其實在國會的辦公室 還有地方上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對於他任職期間的這個工作的紀錄 其實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也並沒有說他在工作上面有任何代護職守的事情 所以身為僱主的我其實對於這一個前助理 他在這個任職期間有都做到他應該要做的工作 那也領取他應有的薪酬 我覺得這件事情並沒有所謂的什麼 插領助理費或者甚至很惡意的指控說 有人頭掛助理這樣的問題 每一次好像有這樣子一個聽說據傳的時候 然後你就必須要站出來要去做很多的努力 去收集很多的證據 像剛剛講的支撤會的事情 我真的是還要在前一天 弄到半夜三點去找尋說我以前的這個郵件 就是說跟主管之間他們就是認同或者是受益我 就是去做衍生公司的輔導這個事情 那甚至是說我在之前就是說 因為公司的這個派駐我也去美國念書 那他們就是扯謊說什麼就是我的主管好不知情 但是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電子郵件的來往其實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電子郵件裡面明顯呈現出來 我的上級主管悶其實大家都知情 那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然後就是當我提出這些證據之後呢 綠營的節目明嘴又要跟我們說 這個郵件都是小話假話的 那你真的是提銷皆非 你是考驗全台灣選民的智商嗎 我是還沒有就是正式的去跟郭董做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地點上的邀請 那可是除了其實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都有給我一些就是訊息上的一些加油跟打氣 因為他先前在選舉的時候他最重視的一個政策 其中一個是零到六歲國家養 那後來其實這個政策也真的被藍綠都有落實 那他就覺得說其實如果我現在在參選新竹市長的話 領到六歲市服養應該是一個蠻重要的政策 所以但是因為他人其實就常常會到國外去出差 比如說像現在他應該人也是在國外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話可能會等他就是說 欸回國之後再跟他做一下討論 就是他會給我一些LINE的訊息 我們會有一些互動 然後他就說邀請牙關啊加油啊 他很好笑他就是在安慰人的時候 他前面都會先加一句說我不是一個很會安慰人的人 然後後面才開始講他的說 你已經表現得很好啦 或者是說堅持下去啊什麼什麼的 但是他前面就是會加一句說 我不是一個很安慰...很像打預防針一樣 說欸我不太會安慰人喔 但是我要安慰你囉這樣 接下來每一天只要我有空都會打林根仁 林根仁你給我記住 開啟直播一罵就是半個小時 向來與執政黨對立的直播組朱學和恩 這次罵的不是別人 竟是國民黨新讀市場候選人林根仁 馬英九站台我就罵馬英九 韓國瑜幫他站台我就罵韓國瑜 看看你們多噁心 站台的一個也不放過 但被暗指操弄網軍林陣營吞不下去 請朱玄先生在三天之內 以相同的直播方式更正剛剛提到的不實的言論 否則我們將委任律師追溯他的民刑事的法律責任 只是連日來林根仁先供高鴻安設內線交易 再報他批男友做人頭助理 就怕讓綠營作收漁翁之力 向來與藍營關係良好的核能留言 終結者創辦人黃世修也批評林根仁猛供高鴻 潑髒水的論調跟民進黨完全一致 媒體人朱凱翔更點名放林根仁打高鴻安 結果就是選不上還會害到其他候選人 這論調似乎就呼應戰鬥欄領袖趙少康 日前拋出的棄竹保北這麼剛好 林根仁的站台邀約趙少康婉拒了 林根仁的議長都要請我去 但是我明天已經答應要去南投 要到南投了 青藍倒戈恐怕正在新竹發聲 我有沒有聽錯 我們國民黨提名的是林根仁啊 林根仁我們國民黨幫我們的提名同志 來助選是天經地義 他是為大局著想 你現在是考慮到我還是小我 朱主席有他的立場他是黨主席 叫他怎麼辦呢對不對 但是這個選民自己最受選擇嘛 雖然強調選擇權留給選民黨內風向 卻以壁壘分明 TVB也先用花哨瓶追蹤群眾卡 為陳世民 葉豐瑋台北報導 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門口 吊車出動 不是要過看板 而是來善後 要拼北北激逃全勒打 競選不調卻寫著國民黨全疊打 這一幕也被路過民眾派下 怪不得急忙找來包商修正 但黨中央不調出包 選情恐怕也正兩頭燒 當官的市政我們團隊已經在進行收集 那後續我們會由我們的律師來做後續的處理 日前揭露民眾黨的告洪安找男友當人頭助理 林庚文陣營卻聲稱被直播主朱學恆 影射肉搜助理前妻氣的喊告 朱學恆則反向誰幫林庚文站台 建一個打一個 但臉書卻湧入大量留言 因為下一個要幫他站台的可是韓國瑜 如果有這樣講你告我嘛 但是老子就沒有你連我直播都沒有聽對不對 時隔一天朱學恆再開直播 拋口已經修正 只衝著林庚人 但這出大亂鬥 恐怕就連率先開出棄竹第一槍的 戰鬥男女秀趙瑟康都沒想到 他是怕民進黨當選了 朱大也有他的自由 他是政治評論者 他愛怎麼評論怎麼評論 那如果被評論人不爽 覺得毀謗了他的名譽 告他就是了 要告就告 沒意見至於被嗆站台 接一個打一個的韓國瑜 則先到新北服選 但封城之戰 藍綠白大打泥巴掌 六號台北市長柯文哲 將親自駐高鴻安一臂之力 爸爸明天生日 我是要回新竹 他那個要回新竹 想要回新竹就順便 民進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沈慧紅 六號也將合體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新竹選情儼然成了重中之重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一定支持你 這麼有這麼有 所以問你們這麼有幾票 賣力拉台要民眾集中選票 投給自家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到新竹服選 也有人替高鴻安抱不平 柯文哲返鄉助選民眾熱情回應 想必也替高鴻安注入一股暖流 從民進黨平打論文到國民黨出手 搶攻助理爭議 高鴻安不僅富被受敵 林庚仁在起初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站台 被災舞台稱被台北人指示鄉下人 高鴻安不口出二言 給客聞著半黑臉 因為韓國瑜同台林庚仁也沒開口批評高鴻安 答應是否會全數歸隊有待觀察 倒是民進黨的沈慧紅 在找聯電創辦人曹新成 跟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來加持 陳時中是認為他在台北市的選情很穩 他這樣很閒 可以到處跑 我看他還是努力的把台北的選舉好好打 像黃珊珊是選台北市長 現在他的自己台北市的選舉優先 台北新竹選情拉鋸中 柯陣營自古不暇 高鴻安要掙脫藍綠袈殺 有賴柯文哲辦攻擊手 在前頭先殺出一條血路 TVBS新聞 劉宇俊尼皮 新竹報導 身穿粉紅色外套 手上拿著厚厚一疊競選小物 他不是團隊成員來幫忙拉票 他就是里長候選人本人 我是這次浦頂里的參選人 對舞台名都支持 好 這麼年輕就出來喔 曹曹們親切跟民眾拜票 新竹市浦頂里長候選人何知寧 今年才二十五歲 因為亮麗外形不少人說 他是最正里長候選人 更因為年紀輕輕就投入里長選舉 引發討論 我是滿開心就是有這個稱號 但是就是我覺得 就是希望不要被拿來比較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有不一樣 好看點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何知寧從小在浦頂里長大 大學念應用英文系 曾經在科技公司工作 他說自己在登記截止前 兩週下定決心 家人知道他想選里長 都嚇了一大跳 但他說里長可以跟里民接觸 為民服務帶來成就感 想多體驗不同的人生 不過在新竹市 選里長的年輕人不只他 同樣穿梭人群間 頂府里長候選人 謝師民二十六歲 應用外語系畢業 曾擔任日系餐飲集團主管 當時餐廳展店到新竹 他跟著來到這裡 卻就此定居 我也想要為這個社會 盡一份力 所以就想說 從小小的里長開始 然後出來服務里民這樣 把服務當成志向 希望民眾過得更好 另外像是頂府里 也有鐘夢珍 臉書上可以看見他請跑行程 也深入貼近當地生活 新人躍躍遇事 里長博這個稱號 可能也得換一下了 因為為民服務 不只是阿伯的權利 還有他們 TVBS新聞 陳世民黃凱敬 新竹採訪報導 好 絕對可以改變苗栗的命運 能夠有一個不一樣的氣息 來做一個選擇 距離選舉剩下三個多禮拜 苗栗縣長之戰 進入白熱化階段 根據TVBS民調中心 最新調查結果 五黨籍候選人鍾中錦 目前以27%領先22的徐定誠 五個百分點 競爭相當激烈 各方的民調我們都會 作為參考的依據 不過還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鬆懈 因為對手一定會 持續用各種手段抹黑造謠 甚至各種打壓我們 但我絕對不會退縮 民調顯示有82%的選民會去投票 11%不會去投 再進一步分析 目前中東景27% 綠營徐定爭22% 國民黨推派的謝福宏14% 時代力量宋國鼎 則是13% 中東景跟徐定誠只差5% 有些人解讀苗栗之戰 綠營有機會 首次拿下縣長寶座 在誤差範圍內 我也會針對我較強的選區 來鞏固選票 那較弱的選區 我會積極的來補強 還有2成4的 這個未表態的選民 爭取支持 得知民調結果 徐定誠不敢大意 他說還有2成4的選民沒表態 認為翻轉苗栗還有變數 細分選民年齡層 20歲到29歲有36%支持宋國鼎 30歲到39歲 中東景有34% 宋國鼎有20% 40到49歲有29%支持徐定爭 23%支持中東景 50到59歲有31%支持中東景 22%支持徐定爭 60歲以上則是有25%支持中東景 23%支持徐定爭 苗栗縣根據區域統計 目前是厚龍跟竹男 是徐定爭領先中東景 其他地區則是中東景領先 至於政黨認同度 支持國民黨的 有46%的選民 認同中東景 29%認同謝福宏 認同民進黨的 有59%表示會支持徐定爭 宋國鼎跟中東景 則是各有10% 中立選民 有26%支持中東景 16%支持徐定爭 不到最後一刻 誰能勝出都很難說 候選人們對於民調持保留態度 只強調會努力爭取選民認同 TVBS新聞 台中上羅秀燕一早跑行程 裡面穿襯衫 外面再套一件中信兄弟的球衣 我們相信 我個人強烈的相信 中信兄弟隊 一定能夠再度公王 查連總冠軍 5號下午就是終止總冠軍賽第一站 將由樂天桃園主場迎戰中信兄弟 身為兄弟球迷 盧秀燕穿球衣好行程 幫球隊加油 這次向桃園下戰鐵 但對象是張善政 當時市長競爭對手蔡其昌 當上中職會長前 也是兄弟球迷 如果只是選舉 或者說把這種選舉場合 穿這些服裝 我都認為這個球迷恐怕 不是太能夠接受 蔡其昌沒穿球衣 倒是妻子鏡頭前 首度露面幫忙浮雪 蔡其昌的妻子黃玉婷 以前曾擔任空姐 身材高挑 一早在建國市場掃街 穿牛仔褲現身 握著攤商的手 臉上堆滿笑容 蔡其昌笑說 妻子的人氣比他還旺 市長選戰 一邊是找家人站台 一邊是穿球衣 雙方拼場 而對於中華職棒來說 越多人看 話題越多 總是好事一見 前四站售票成績也出爐 第一站賣出超過一萬三千張 第二站賣出將近一萬張 特別的是右外野都玩獸 象迷們北上加油應援 至於第三站回到週季主場 已經賣掉超過一萬三千五百張 第四站也賣超過一萬五千張 前四場加起來賣掉超過五萬張門票 比賽沒開始 票房已經開出紅盤 成功炒熱氣氛 TVB的新聞將軍 許立凡 許又翔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來體驗南科 一日上班 會碰到什麼問題 扣上安全帽 跨上自動車 南科上下班有多塞 國民島候選人 謝龍介 直接體驗看看 為了他自己的體驗 人家還要幫他前呼後勇 保護安全 甚至他還要幫他 前呼後勇 保護安全 甚至他還要幫他 保護安全 警察派人力交管 幫忙開到 市長黃偉哲 忍不住調侃 這個真是 我不知道 我碰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只能說 辛苦了 各位南科上班族 又多了一個人 來製造交通流量 酸泄龍介的拼選行程 根本是在製造交通問題 他已經有動力要往前了 我只要腳往前 同樣關心交通 三號市長洪偉哲宣布 台南T-bike 要換成U-1 反過來被泄龍介 酸抄政見 泄龍介說9月 他先提出換系統 當時黃偉哲說 維持T-bike做優化 短短一個月政策轉彎 聽到黃市長 要把T-bike 改成U-bike 我們非常歡迎 抄襲我們的政見 跟政策 總比抄論文好吧 選戰倒數藍綠候選人 各自提交通政見 身體例行開記者會 彼此互看不順眼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報導 男子手上拿了四把刀 好幾匹員警安撫苦勸 才讓他放下刀子 乖乖就帶 當時他持刀追著里長跑 把里長嚇壞了 六十六歲的里長胸口 臉部手腳都是傷 原來打人的里民是做資源回收的 一日晚間他兒子跟他口角之後 放火燒了屋內的垃圾 雖然火勢很快被撲滅 但被清理出來的回收物 堆在馬路上影響交通 還傳出臭味 引發里民不滿 要求里長清理 老里長連任多次連著兩屆童鵝競選 得票率都是百分百 這次雖然也是童鵝 但距離選戰剩下二十天 他不想壞了好口碑 挨打只能摸著頭 被當忍肉沙包 真的好無奈 現在嫌犯被遺傷害及無故攜帶刀蟹罪送辦 但里長驚魂未定 預請政府要重視里長執行公務的人身安危 PVBS新聞顧手倉 台南報導 肯定柯智恩在教育上的付出 卻有綠營險將指出柯智恩過去主張自主 逃動學費二零一四年擔任淡江大學學務長師 住宿費更重八千八百元 漲到一萬零九百元暴漲百分之二十四 科學務長的時候 完全不懂民間疾苦 他主張要調漲宿設備 現在的柯市長 卻告訴學生 他要要求學貸要補貼利息 這樣子時空背景的轉換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被批是長家女王可智恩近辦 貼出立法院公報 直指原意遭到曲解 當時就反對起頭視頻等 還找出學生會聲明 當時在經過學生代表同意下才挑照 而政見多漢學生 站在同一線的陳其邁冷出力 選戰倒數 柯智恩搬出大咖一起敗票 陳其邁不找人浮選 以地主身份 在宴朝辦肇事活動 看誰更有人氣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周六整個上午都在高雄浮選 跟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合體市長候選人柯智恩 對手行程滿檔陳其邁輸人 全部書證先跑市政行程 再到永安後援會 藍綠拼場一星期之後 還要正面交鋒 高雄市公辦證件發表會 11月12日登場 採次位候選人登記時 都勾選辯論的方式進行 32位提問人參考名單 有陳其邁高雄智庫總召集人曾子豐 陳其邁觀光產業後援會 總會長劉昆甫等7個人 另外還有體邁人士 或是前朝的政務官等 被質疑四分之一 都是陳其邁的人 黑手深入辯論會 把具有這些政治請上 特別還包括陳市長 後援會的會長 智庫警醒的人 都會放在所謂的提問名單當中 這些人本來就是不應該 出現在這些名單當中 為什麼會有這些名單出現 他必須出來講清楚 柯智恩批評提問人名單 不該有政治色彩 綠營炮轟對手誠信問題 第一時間你看完了沒有問題 第二時間你已經勾選完了順序 都繳回去了 那我覺得現在再來講這個 正式出爾反爾過爾的猜巧 讓人家覺得 這是省市長的人 應該要有的誠信嗎 選委會是獨立機關 我們尊重選委的安排 選委會則表示 歷年來提問人的名單 都以學者社團代表為主 以四位選將勾選的排序總和 三十二人選出四位 強調立場公正 而六都公辦政見會 北高都是在十二日登場 陸續是新北 桃園 台中和台南 一般的公辦政見發表會 都是選將各自提出政見 儘管高雄改為辯論方式 但沒有交叉結問 而是專家代表提問 不會有唇槍捨戰的場面 TVBS新聞 愛照顯霧中勳 SNG小組 高雄報導 體育館內坐滿滿 超過兩千名支持者 帶著競選小物 旗幟看板都拿到現場 國民黨籍現任花蓮縣長徐珍衛 拼命的任五號下午成立競選總部 大家看到沒有 我們這一位媽媽縣長 跑遍各地 一日真的可以走三萬步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站台力挺 徐振衛的先生前花蓮縣長 現任立法委員傅崑琦 也是全程陪同 徐振衛從三號開始請假 專心投入選舉 除了進總成立大會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造勢活動 預計在全花蓮13個鄉鎮市 爭取更多支持 也鞏固鐵票區的票員 希望得票數比四年前更高 她也強調雖然請假 但是縣政工作絕對不會停擺 同一時間她的對手 也找來黨內大咖站台 未來 國老實當縣長 花蓮的產業一定可以轉型升級 花蓮的孩子也可以回家工作 就盡照顧我們的長輩 讓花蓮人的聲音會聽見 總統蔡英文親自站台 原民會主委一將拔路爾也來了 現場不少民眾高喊口號 民進黨花蓮縣長候選人 古拉斯尤達卡成立花蓮中區競選總部 面對強勁的對手 她之前就曾經喊話要跟徐振衛公開辯論 煙燒味十分濃厚 她也說今年的選舉更像是運動 持續加油力求翻轉藍天 藍綠陣營決戰東台灣 以號召力影響力互相照進 大咖助陣仙扁仙 氣勢誰也不讓誰 TVBS新聞高志宏黃凱信花蓮財寬報導 roster 訂閱 翻墾